各位網友 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幾宗消息 中日是否準備開戰呢? 罕有表態看到有位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 他這句話真的引起外界關注 難道在亞洲另闢新戰場? 另外哈里梅根發震撼聲明 他的震撼聲明內容是甚麼? 看來愛生士皇室的風波 抹完抹了 另外也會看看 早日因為有位男士偷舌 被他妻子發現 然後把他的東西丟到街上 現在又被人發現 哇 是不是偷吃呢? 不知道他有甚麼事 竟然要燒他的丈夫 哇 弄得整個丈夫 著火了 真可憐 很多世界猛料將會和大家更進 請大家按LIKE支持一下 首先 現在看了究竟 以色列方面的情況 因為看到有些慈善團體 有些組織出來討論哈馬斯和伊巴衝突 導致架殺地帶出現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究竟是甚麼世界末日的景象 這麼嚴重呢? 由於現在的持續是繼續衝突 還沒停過 停過的 停了一會兒 然後又繼續打得冰冰冰冰冰 說到人道危機越來越嚴重了 有國際慈善組織 就警告 架殺現在正在爆發著飢荒和疾病 出現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即是最不想見到的情況 直至發生了 撕橫騙野 然後那些霍亂 又餓 飢荒 又飢寒交壁 這些環境 有一半架殺居民處於飢餓狀態 可能本來那邊也不是一個非常富庶的地方 但是不富庶還不富庶 也起碼不需要弄成這樣 有遮掩頭的地方躲下 有口飯吃下 那些戰士一浪接一浪 又坦克又是士兵 周圍就打到砰砰聲 變成廢墟了 周圍打到這樣的時候 最慘的就是無辜平民 現在在加薩地的民眾 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有些當地的居民就說 人都炸死了 真是神經病 整班大人和小孩一起睡覺 一間屋裡有百五個家庭 百五個家庭 我們被炸醒了 真是恐怖 廣道說他們為了躲避炮火 周圍走 說到為了填飽肚 一看到救援物資的車 別管了 一窩蜂上去搶東西 說到由於入夜之後 溫度只剩下10度 又要取火去取暖 小孩冷到鼻水不斷流 真是可憐 現在簡直不是一場災難 已經是世界末日 我們平常看到那些災難片 末日景象現在就在加薩地帶發生了 所以你說美國方面 他們的言論 就說不支持停火 因為就算現在停火 將來也有機會再打 寧願這一窩 打窩金的換來以後的和平 那你覺不覺得以後會有和平 我真是不相信 有人的地方就必有事 有事的地方一定會搞得很混亂 那你哪有可能保證 沒有保證 另外 這個烏鵝局勢 看來又繼續進入新的階段 因為 俄羅斯總統普京入前 簽了一個行政命令 將武裝力量的編制人數 極增到17萬人 亦是俄羅斯進行特別軍事行動第二次抗軍 俄羅斯繼續在這裡 加把勁 繼續有緩軍出現 但是 在烏克蘭方面 也挺頭痛的 因為 原本的反攻 就好像看不到有效率之餘 占盡量絕 因為現在 美國和西方社會 都跌入了緩污的 疲勞後群症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打壓了這麼久 每天只有一隻手問人 你拿得多 我們都會沒有東西給你的 加上 現在美國軍方高層 又好像突然轉口風 就說 不如用外交手段 解決挖欄 究竟烏鵝雙方 是否能夠 從反這個談判桌 其實某程度上 當越來越多 西方國家頂不順的時候 你美國也是頂不順的 你這樣搞法 你現在 他是的確在賣 賣武器 在這裡援助別人 但是他的經濟 他自己也不是那麼好 他現在搞到一落足 周圍都開戰線的時候 他自己 能不能夠 隨時都會被這些 這些戰士拖垮經濟 他的數字還沒回來 他只是說回來 有什麼時候會回來 有時間都還沒回來 一直不打完 他一直都沒有機會回來 所以你說 這些戰士對他來說 拖了這麼久 是不是一個好處 也不是一個好處 所以 如果美國頂不住的時候 看來很快就會結束 搞了這麼久 這些叫做天線 全球局勢立立聯 很多都跟美國有份 這位美國總統拜登 搞到一窩足 現在說到支持率 創新低了 也不是說無道理 好像剛才所說的 你說他不會高 如果他創新高 我覺得會反過來 分分鐘說 美國人這麼好戰 現在 不顧自己的荷包 寧願過去打仗 你要去到一個情況 當然 你美國遇襲 恐怖襲擊911 那些 你當然是支持出兵 另一件事 就是當大家都叫民不聊生 沒有飯開 整個美國的人都沒有飯開 他們就會支持打別人 支持打別人 正常的情況下 是不會的 不會是這樣 二次世界大戰 不要說德國 日本也是 因為他野心 他們也有一種說法 就是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 長期處於火山口 地震帶 他們看到中國的資源 那麼肥肉 所以就想著侵略別人 這件事 就是當一個地方 沒有錢 就窮了 發窮惡了 他們窮途末路 就是人而已 沒有錢就去打劫搶劫老粒 就去挺而走險 放在世界上 就是一樣的 每個國家 每個國家 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你說拜登 現在的支持率 創新低 在某程度上 就利益了特朗普 根據美國的傳媒公佈民調 就看到現任總統 美國拜登的支持度 落後於前總統特朗普 大約4個百分點 4% 其實也是一個可以逆轉的範圍內 不過你要看看他有什麼可以逆轉 你看走勢 當然明年會不會做什麼大事 真的很難說 現在 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7% 拜登就是43% 另外五名潛在第三方 或者獨立候選人的情況下 他們計算這些數 可能那些叫中間票 會不會游走了 戒票 換句話那種說法 戒票 分薄了 此消比獎之後 特朗普大概將領先幅度 去到6個百分點 大概是37% 到31% 為何現在拜登的支持率創新低 不是靠我猜的 其實民調結果 也可以看到 有53%的受訪者說 拜登推出的政策損害了他們 有兩成三的人士 認為政策對他們個人有幫助 那些是不是受惠的人士 當然 與此同時 大概一半受訪的美國人就說 特朗普的政策對他們個人有幫助 換句話說 香港國家自掃門前說 我 有堂派的 我就支持你 你受惠到我的 我一定支持你的 不是的 只是肥一小撮人 那我就不支持你 你看到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應該吧 那大方向也是 接下來怎樣去幫助 又是Donald Trump那套說法 美國強大 美國強起來 美國優先 美國人怎樣可以保住他的飯碗 等等 這些都是接下來 估計 美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如何他在經濟上可以取得優勢 等等 又會提供中國的話題來講一下 說到中國的話題 現在會不會亞洲出現了新一個戰場呢 為什麼呢 因為看到有中國海警局新聞發言人金宇 在昨天表示 有一艘日本漁船 學院號和幾艘巡視船 非法進入釣魚台的領海 中國海警艦艇依法 對它採取必要的管控 並且警告拘離 根據日本第十一管區海上保安本部表示 中國海上警艦艇 在星期六上午先後闖入釣魚台海域 因應日本的漁船動向而航行 持續在這個海域逗留 海保日本方面要求中國方面離開 日方在這個釣魚台鄰近海域 發現了兩艘中國漁船 一艘懷疑搭載了機炮物體 日方指出 中方對上一次 闖入釣魚台海域 就是這個月二號 今年第四十一次 但是中方強調 釣魚島和附屬島嶼 就是中國固有的領土 日方無權說三道四 就著這件事件 這位中將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賀雷中將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到有關釣魚台的發言 一回就指出 也挺頭痕 為什麼呢 因為 說到中方不希望在釣魚台發生戰爭 但是也不疑你在這裡開戰 這位何雷中將接受訪問的時候的說話 日本傳媒就解讀了 他說 軍方人士圍繞著釣魚台 說這個戰爭 是實屬罕見的 他們覺得 如果中方 真的是 兩岸發動戰爭的話 釣魚台 釣魚島 也有機會成為這個攻擊目標 這樣說 這樣 覺得那裡會開第三個戰爭嗎 又開到一個新的戰場出來 沒有了吧 現在賺錢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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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件很重要 大家說 你靠打仗 沒有的 你賺不到錢 又是打仗賺錢 這個局勢 這個地球很難 平靜下來 但是 這個 這個就是 前 前 前的將領 副教授 主任的 就是他的言論 但是 是不是真的會 打呢 看來 也不會 那 何雷中將 他的言論 又未必是完全所有的 是不是 他個人看法 可能也是 那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現在中國 調低 日本人簽證的費用 就是說 日本人入中國境 那個費用又便宜一些 為什麼呢 就是賺錢 所以 你說是否對 要賺錢 當然是對 大家有錢 齊齊賺 相喊不要吵 和氣生財 和氣生財 最好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 公佈 下個星期開始 即這個星期開始 就會將日本人 申請到中國的簽證費用條 但同時間 南韓馬來西亞的泰國簽證費 亦都向下調 根據原先說 3000日圓 下調到2250日圓 哇 便宜了250日圓 很划算 一年多次的簽證 由10,000日圓 下調到7,500日圓 哇 更划算 不見了2500日圓 真厲害 這樣就厲害了 希望 吸引多些遊客 也是好事 其實 打什麼仗 最重要是賺錢 賺錢要緊 另外 看看美國亞特蘭大公寓 爆發一宗槍擊案件 這件事件 套志圖三死一傷 在亞特蘭大公寓 突然爆發槍擊案 三名來自二十多歲的青年死亡 那些年輕人 怎麼搞到這樣呢 有一個就搞到信縣治療 據了解 就不是老包 就不是爭女 就是懷疑 而且在單位裏面 毒品交易的時候 哎呀 會不會是有人想 吞掉那些貨 甚至乎是怎樣呢 所以佈置到這個 衝突發生 哎呀 真是挺亂的 好 另外 看看哈里仔 哈里仔你又怎樣 哈里王子 哈里梅根一對 真是愛生士夫婦 是吧 話題的夫婦 跟皇室之間的關係 看來現在又再度決裂了 甚至乎的裂縫越來越深 什麼事 因為說到英王查理斯三世 邀請哈里參加自己生日會的時候 就說拒絕了 哈里就說沒事了 好啦 那本來這件事已經完了 陳奈落定了 所有事情都丟淡了 誰不知最近 哈里 又在一個全新的聲明當中 就說自己是被迫害的那個 現在引起軒然大波 什麼事呢 我們說到 看到哈里的律師法律團隊 近期因為在英國的保安被取消 還有英國內政部展開法庭官司 英國獨立電視台的報道指出 雖然哈里沒有出庭 但是他表示自己是被迫離開皇室的 他在這個電視台的報道 就這麼說 就說哈里和梅根在2020年被迫 辭去這一項職務 更加被離開這個國家 英國是我家 英國是我小孩子 繼承傳統的核心 也希望他們能夠感到奔志如歸 這就是哈里他們找律師出來說的 這個真的挺有趣 一開始的人就以為你不願意 你經常數英國皇室不是 你自己走也很正常 反過來 現在是你說被迫離開 當然你被迫離開 我覺得也合理 你搞事了 另外 有時候 你說感情愛情 躁意大發 是很恐怖的事 無論是男與女 男人大躁情 也會發生一些災難的事件 但是你也不能夠看小女性 因為在巴西發生一宗這樣的事件 話說這件事 在巴西有一個婦人 竟然把酒精淋向她老公 跟著點火 嘩 她老公燒到整個火球 不是礦球 是火球 老婆站在那裡 看著她老公燒 神經病 好冷 這是人性嗎 說到她老公四日後重傷身亡 警方拘捕了這個女兒 但是 一個原因 令到她被釋放 這名女兒兇叫安娜 她承認向她老公安德烈 作出一個令人震驚的行為 但是 她就說她受到她老公虐待 就出於自衛地說 是不是 如果你老公虐待你 你還有機會淋她 這些酒精 還能點火 看著她 從閉路電視看到 她行兇的時候 她老公坐在那裡 完全沒有威脅 反過來 她老婆的行徑 充滿血腥和殘忍 很恐怖 為什麼呢 原來放手句 就是因為法庭尚未簽署拘捕令 這個調查 最初列為謀殺未遂 現在變成以殘忍手段謀殺 真的 你要小心女人 小心女人 不要說小心女人 不要得罪這麼多人 哈哈哈哈 真是瘋起來 那些殘忍的手法 是超出你我之間的想像 人性 壽性 變成了 另外 說到在澳洲 澳洲現在是否想跟隨 英國 香港是不是太多移民了 糟了 現在搞得別人混亂 因為澳洲想著 加大外國買家的空置稅 這是一個樓市辣椒 會不會是因為太多外國人 就買了樓 然後就放在那裡 想著怎樣炒 拿別人的居住樓 就是這些 人家很多不是商品房 人家很多都是拿來住的 人家用了香港那套 然後拿去炒 令人家的樓價飆升 當地人買不起 人家政府那種政策 當然是保住居住緊要 現在澳洲財政部長就宣佈 當地計劃2024年 就增加外國買家 買國內已落成的物業費用兩倍 更加同時想著 雕吉的現有單位的外國業主 徵收罰款 預計可以增加大約25億港幣的收入 當然 這個就是保障國內 他們的人士 怎樣可以負擔得起 另外就是這個行為 可能會把房子推出 令到當地政府 可以容易計算好數目 究竟那些住屋需求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現在說到我個人買 大概要付500至1000萬的 即是 買這些房子 500至1000萬的房子 大概要付14萬的申請費 空置費大概是2萬多澳幣 加上大概30萬港幣 兩樣東西 但是當如果這個新措施 落實之後 就要付43萬的申請費 再加87萬的空置費 加上就是130萬 所以這條數也挺有趣的 因為疫情 湧入了很多新的人士 導致他們的國內 火緊張 這也是一個問題 買回來沒有的 你那個樓價向上升的人 就把牌子沽了 其實只是炒樓而已 但是別人的國家 又不是這樣看的 每個人都被你炒的 好了 然後看看 可以不可以 這件事 英國傳媒說 印度與香港歷爭 全球第四大股市之為 你現在什麼都說 可以跟香港差一天之長短 可以不可以 爛船也有三斤釘 雖然近期股市不太好 有人說 回到二十多年前 但是還沒推得這麼誇張 英國傳媒和彭博社都說 印度股市有望成為全球其中一個大規模的交易所 排名超前香港 印度股市目前排名全球第五 跟香港在競爭全球第四排名 當然 他需要努力 對吧 因為 香港 國際金融城市 你要追過他 也要花點工夫 當然 不進則退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需要你進 看看誰走得很快 好世界 另外 怎麼搞錯 英國這樣的醫院 竟然在外國有幾間傳媒同時報道 就說在英國的威爾斯東部城市 坤布蘭格奇大學醫學院 出現了一件擺烏龍事件 這個臉房的人員 誤張 錯的遺體 交給家屬 就舉辦這個壯禮 更加燒了 三個禮拜之後 就原來搞錯了 原來你們弄錯工 借錯禮 尖錯養為傭 嘩 這個真是奇奇怪怪 為什麼可以全部都錯 沒有人知道的呢 我們還要燒了 嘩 那當然 這間醫院也出來要弄公自協 為什麼會弄到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的 這些烏龍事件也會有這樣的 另外 在馬來西亞出現了一宗 很離奇的醫療錯誤 51歲的印度裔男子 因為半夜 口氣不順 心口痛 馬上送到醫院 但是醫生就說他 你胃炎而已 好了 嘩 很辛苦 呼吸 不行 沒事的 只是小事 好了 開粒胃藥給他吃 叫他進一步檢查 誰不知 第二天之後 就因為心臟病離世 這件事也引起 大家關注了 明明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可能是心搞痛 心臟病 是否血管閉塞 那些 要立刻通波仔 你說他胃痛 然後把一二片砍掉 那就死了 本來沒事的 救得到 那些人都在醫院了 對吧 這種醫療事故 真是嚇死人 現在死者的兒子 就報警 要求調查 更加說 當地醫院 經常發生這些事件 所以死者的家屬就說 馬來西亞政府 每年扔幾十億預算 但是救不了一個爸爸 政府的醫生 竟然分不了胃痛 和心搞痛 嚇死人 那種專業 真的令人質疑 醫療很重要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